这里是由珍珠美白养服专家 金润珍珠独家冠名播出的 辽宁卫视完美到白 我是杜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同样热烈的掌声 送给我们年代团的观察员们 同样也热烈欢迎你们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告白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不在我不在 一身海飞在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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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江来 我是美女江的江 塞的水来来去去的来 我这个名字的代表就是美女来了 这四个字 我 其实我还有一个道 秘密要告诉你们 其实我穿越过来的哦 你们想看我变吗 那我就变给你们 变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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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上你家做过 有时候我女儿就说 妈妈 老板给你送的礼物 过年过节 也就满孝春的 这些事情 女儿也从来不跟你解释 从来不过解释 我一唠叨多了 人家就去住宾馆 你都不理我 你说我这个当妈的 有时候我带她相亲 她也不去 再拖 都成老姑娘了 按道理来说 你应该让你女儿到这来 向她老板告白 不应该你来 我是让他们给我 特别是个老板 她给我一个交代 到底他们两个扯了五六年 到底什么感觉 你现在就是说的 你谈婚论嫁也该到了 是吧 你知道她结了婚没结婚 那她不结婚不结婚 和我女儿有这种关系 那你得给我交代清楚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老板今天来了 她结了婚 然后你又跟全国观众说了 她跟你女儿好了五六年 你不往自己女儿身上泼脏水吗 不可能 不可能 那如果他们今天来说 她们就是上下属之间的关系呢 不可能 不可能 我觉得不可能 如果我是老板 我是上司 我是不可能跟我的下属去谈恋爱的 这个会有影响到我的工作 我让相亲她也不去 我让她跟她见到地上 她也不去 那你怎么给我解释呢 嘉宾 好 我给你解释 我给你解释 有两点 第一点 有可能是你的女儿 对这个老板有爱慕之情 她会觉得她的老板非常地优秀 只是她这单方面的一厢情愿 老板并不知其你女儿 对我的这个情愫 不可能 第二点就是你女儿 对老板有了这个情愫以后 她的心目中的择偶的标准 就是她老板那个标准的 对于其他的那些 那些相亲对象 她就看不上了 有可能是这一个老板 是有家事的 所以她不便于把这样的感情 告诉给你 你要是真有家事 咱们就赶紧 是吧 路归路 桥归桥 今天咱们就撇清这个关系 以后谁也别耽误谁了 这倒是件好事 对 我觉得就把它逼到墙角 我看你究竟怎么面对这个事 我觉得今天来很有必要 把这个事说清楚了 大家都能翻开生活新的一夜 阿姨 我绝对支持你 阿姨 我绝对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儿对老板是有情愫的 但是只是她的单相思 而老板给了她一个回馈 就是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他们车接车送 每次车接车送 送她上来的时候会有拥抱 面积亲吻 你知道主持人 我也是过来的人 他们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是那种男女之间的那种 特别热恋当中那种感觉 就说的 反正我就觉得 他们绝对是在谈恋爱 女儿小飞已年近三十 却仍无谈婚论嫁的打算 母亲孙阿姨 挤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四处为女儿张罗相亲 可是女儿小飞 都以各种理由拒绝 在孙阿姨眼中 小飞老板对女儿的关怀和体贴 俨然超越了上级与下属的关系 孙阿姨认定 不谈恋爱 拒绝相亲的女儿 与她的老板 肯定在进行这一场地下的恋情 那么 女儿小飞和她的老板 是否正如孙阿姨猜测那样 超越了工作关系 正在进行这一场 长达六年的恋爱呢 今天 女儿小飞的老板 会来到现场接受孙阿姨的告白吗 行吧 来 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您觉得那位老板今天能来吗 他一定得来 他一定得来 我说他不来怎么办 他不来 不来我来公司找他去 他不来 你以什么理由到公司去找他呢 我以老人的身份 去找他 让他给我一个交代 那如果他要是来了 他来得更好了 他说他们之间没那种事 没有男女之行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个事情绝对不可能 你就这么认定 绝对 如果他们俩真有 但是这个老板是有家事的 你怎么办 不可能 你不能 我告诉你 每个人按那个按键的时候 我问你 所有的问题 都是为你们负责 你们一定要面对 门开了之后 所有可能面对的态度 所以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如果他们俩真没什么 你怎么办 他们就没有 说清楚 跟我讲清楚 那如果他们俩有什么 但是这个老板确实有家事 你作为一个母亲 你怎么做 那让我女儿赶快辞掉公司工作 不要在这公司做了 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五 三 学校 一 十 二 我们先 你 你怎么来了你 妈 我在家里都说得好好的不让你来 你来干什么呀你来 我一个人能说清楚这个事情 你相信我好吗 你说清楚什么呀你说清楚 他是个男人 他应该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 你是个女孩子 来来来 上来说 来 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年29岁 你老妈今天来干什么你知道的 我知道 为什么是你一个人来了呢 其实今天这个事情 我根本就不想牵扯到她 我觉得我一个人就能说清楚 那你就说吧 其实我跟我的上司 就是普通的上下级的关系 同事的关系 普通的 对 不可能 你是她的 我是她的助手 你是她的助理还是助手 助理 你对于你妈妈给你安排的相亲 相亲太老土了 就是我们不会采取这种方式 我让你相亲你不去相 我跟你讲男朋友你不去 你一脱脱了五六年 妈 确实我们现在工作也是非常的忙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也是在事业的上升期 你就多理解理解我 你快三十了我的孩子 你不是不是二十岁 刚大学毕业呀 妈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妈妈一把死一把尿地 把你拉扯大 妈妈出国的机会都放弃了 就为了你 妈都为了你 妈都为了你 你都没结婚 你让妈妈这么说 妈 你不要再逼我了 你 妈 你不要再逼我了 你这 你这一次你来都把我一厢情愿的 跟她真的没有关系吗 一直以来都只是我一厢情愿 你为了这么一个男人 让你相亲不相亲 让你找对象不找 你值得吗 让她出来 她要不出来 我今天跟她没完 她不出来 她给我讲清楚 把我女儿拖了这么多年 拖了五六年 阿姨 你必须要搞清楚 这算什么呀 她绝对不是她在拖你女儿 是你女儿心甘情愿 在她身边去暗恋她 不可能 我觉得你的女儿是成熟的 她在不断地调整自己 她们发了信息 给她买这买呢 那都超乎同事关系了 但是你把老板叫来今天话 她的立场很奇怪 我以什么立场出现呢 我以老板出现 干物你们的家务事 关我什么关系 但以工作关系的话 我应该在公司去说 而公司里面 你女儿她是很清楚我的态度 就是上下级的关系 所以今天无论 出于哪一个情理方面 我觉得老板 她是不可能出现 而且没有这个必要出现的 我觉得她非常有必要来 真的她过来 要么你还我一个开心大结局 要么你让我彻底死心 智琳姐姐 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她们两个不是在谈恋爱 就是个工作关系 我觉得她老板 都没必要来这里 她老板甚至都不知道 她对自己有这个情愫 我还是比较希望老板来的 如果她喜欢你 OK 你喜欢这个男人五六年 你没喜欢错 她也喜欢你 或者如何如何 有一个好的结果 第二一点不好的结果 你们完全不了解 听我讲完 第二一点不好的结果呢 就是她告诉你 我可能不喜欢你 但没关系 这是一个好事 你们压根就不了解 这个职场的残酷性 这个女儿做的决定是对的 我要遵守我的职业道德 哪怕我对这个老板有情愫 我不愿意去表达 大家都不要去触碰这个底线 办公室恋情和职场恋情 是非常残酷的 不允许有个人的情感在里面 这会影响工作的 明明发现这件事情 已经拖拖拉拉这么多年了 在耽误着那个 一心一意对待你的人 难道你这个时候 还不应该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吗 我觉得作为一个老板 应该出来说句话 她要不出来 我今天跟她没完 她不出来 都给我讲清楚 把我女儿拖了这么多年 拖了五六年 这算什么呀 这个阿姨呢 情绪可以稍微平复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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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没有结果啊 不方便说 要不让他自己来说 他来了没有 他是个男人 他应该担当 你希望他出来吗 我不希望他来 如果一个男人 他愿意为了你而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不也是一种常常 他男人就敢担当 为什么不能出来 你不要这样逼你的女儿 你令到你这个老板以后 我是对你女儿好也不是 不好也不是 那最为难的是这个老板说 那我继续以后 我怎么跟你的女儿去上下属的那种对待呢 他要是个男人 他就应该担当 他就应该过来 你怎么确定他就是个男人呢 他为什么不是男人 男人有好多种 他不是男人还给我女儿谈恋爱啊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只是长得像男人 在孙阿姨的追问下 女儿小飞坦诚 六年来一厢情愿暗恋老板 所以无法相亲结婚 孙阿姨却仍坚称 老板对女儿关怀备至 却不谈婚论嫁 肯定另有隐情 那么六年来 对小飞关怀备至的老板 与孙阿姨女儿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他能有勇气来到现场 接受孙阿姨的告白吗 来 之前我还是要问你几个问题 他如果来了 你敢说你喜欢他吗 我不会说的 你是想把这句话烂到肚子里是吧 可能我对待感情就是比较被动 比较内向的那种 那如果他说他喜欢你呢 你敢回应吗 不会 他说他喜欢你 你也不回应啊 你是个什么人 你好奇怪啊 你要怎样 我觉得就这样做同事挺好的 只做同事 心里永远保持这种所谓的暗恋 是吗 再问你最后一次那个问题 为什么你们俩互相喜欢 却不能在一起 我再问得直白一点吧 他结婚了没有 你作为他的贴身助理 不可能不知道这个 愿意回答吗 他结婚了没有 我不太清楚 你不太清楚 好吧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是我没把两人关系处理好 我女儿瞎了眼了 阿姨 请我解释好吗 你还是公司老板 你算什么呀 精润珍珠 提醒您稍后继续收看 完美告白 亲情 爱情 友情 爱无言 情无限 哇哈哈 无言 iemand 不熬熊猫眼 上火喝家多宝 两天一片 十片见证 因为真珍珠 所以真美白 清润珍珠粉美白面膜 全国屈臣室有寿 正在为您播放的是 完美告白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他叫什么呀 他还是男人 他来都不敢来 妈 你别这样 你说让我怎么讲 你是让我这个老脸往哪搁呀 我今天来就是让你们说个 让他跟我一个交代 他人都不敢来 我问一下编导他来了没有 有可能在第二现场 因为我们有些人总是 来了不敢出来 在吗 在第二现场 来 向后转 把第二现场打开 你好 大家好 我姓吴 是小飞的同事 你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当着主持人的面 你得给我讲清楚 到底你们两个什么关系 阿姨 你先别激动 我跟小飞之间 真的没什么 还没有 是我没把两人关系处理好 才让你对我产生很大的误会 稍等一下 您刚才说 您没有把两人的关系处理好 我想问一下 您现在和任飞之间 是什么关系 我跟任飞 就是上一季的关系 那你刚才说 关系没处理好 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平时那个 我确实是送他那个 下班上班 也送他高档服装和化妆品 您的意思是说 您是在职场之外 是有点喜欢任飞的是吗 小飞是一个很优秀的员工 当老板的肯定都喜欢优秀员工 这是很正常的 当老板都喜欢优秀员工 那是老板喜欢员工 不是说男人喜欢女人 那不一样 其实 其实 我已经是有家庭的人了 你有家庭的人 你还和我女儿在一块 你把我女儿害了五六年 阿姨你听我 你听我说 我跟小飞不是就你想象那样 我女儿瞎了眼了 阿姨你听我 你把我女儿都白磨了 你还是公司老板 你算什么呀 你太过分了吧 有点 你听我解释一下好吗 我不听你解释 你来就是让她解释的 你要听一下 人家说了跟你女儿之间没什么 您这样说她有点过 你先听她说一下 你先听她解释一下 她们之间可能真没发生什么呢 来 老吴 你解释吧 我跟人费之间 我跟人费之间本身就是很好的上下级关系 我发誓 我跟小飞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别说了 别说了 一定要让女儿离开这个公司 希望你今后不要和我女儿有什么来往 离她远一点 你们难道见了你的上司 见了自己内心喜欢的人 没什么话想说吗 其实我今天根本就不希望她来 因为你知道她结过婚 却一直不感觉 对吧 我反反复复的问你 怎么可能不知道她有没有结婚 其实这件事情我一直都是 要瞒着我妈 因为我不想我妈操心 太幼稚了 所以我不希望她来 她今天来了之后 她就会让我妈妈很相信 因为我妈妈一直都在着急我的事情 我现在都已经快三十岁了 我知道我妈妈一直都对我很担心 我不希望她来 那你今天她既然吴先生来了 你是希望她在屏幕里面 第二现场还是到现场来 你跟她之间有一个简短的说明呢 我不希望她来 不希望她来 还是不清不白 你今天为什么要来到现场 我来这儿 一次 跟她妈妈解释一下 第二是在这个现场 真诚地说声道歉 阿姨对不起 是我错了 小飞被我服输的很多 我也向她真诚地道歉 对不起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老吴 小飞 我希望你不要辞职 以后我会把 我和你之间的关系 处理得更好 让你妈妈放心 以后我会处理好 我跟她的关系的 不可能 一定让她女儿离开这个公司 离她远一点 我觉得我们还是 把之前那五年 留在我们生命当中 最深的回忆当中 我抱歉 当晚 Caesar 我发现了 好久没站过 我感觉你 我小飞 帮你 说 你们 我们 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什么话可以对自己的母亲说 好不好 好 谢谢主持人 接下来是他们母子之间的告白时间 妈 我知道这五年来 我一直都在瞒着你 是我不对 我也知道你为我担心 其实我都知道你是为我的终身大事操心 因为个人的问题 妈妈唠叨的太多了 有时候说话呢 也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 原谅妈妈 对不起 我不是说话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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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林飞 来自广西 要告白的对象是曾经追求过我 又被我拒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她一点都不介意 你和她的那段感情在她的心里面已经过去了 并不代表她曾经不爱你 就是可能现在再回去找的话没那么容易 我觉得我还是支持你的 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个男孩我一定会来的 我会原谅你 我会勇敢地和你在一起 可是现在她刚才也说了 她的QQ头像也联系不到了 很明显就是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 反正我是支持她 既然错过一次以后不要再错第二次了 其实有些时候爱就是稍纵即逝的 你一旦错过了这个时间点 大家都会再也没有办法穿越回去 过去了就让她过去吧 有些事一旦错过就不再 为什么要让她过去 我就可以再续前缘继续 对 我不想错过 对 不要再错第二次了 我已经错过一次 所以我今天想勇敢地站在这里 我告诉她我的感情 哪怕今天她没有来 或者就是她拒绝我了 但是我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现在万一人家已经有了这样 人家万一已经有了新的感情呢 你都没有了解过就这么贸然的 说不定又是一段新的错爱的开始 我放弃 如果她现在有我放弃 对于她来说 是宁愿做了 错了 不后悔 也不要没做 错过而后悔 来 请站到开启告白这门的按键旁边 每次开门之前 我总会例行公事地问你们一些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 都关乎着门开了之后的结果 你是否能够承受 如果她今天不想被火上烤 她不来 你还会继续吗 她今天不来 我还是继续 我要我的告白 好 第二 她今天来了 但是她说 当初你是那样的伤害了我 而且我经过思虑再三 和在社会上的一些闯荡之后 我觉得 我难以给你 你需要的爱 她拒绝 你怎么办 那如果感情是 对她来说是这么轻易的话 那我也会放弃 那我也会放弃 我还会勇敢地走出来 勇敢地去面对新的生活 好 如果她的父母反对 虽然她自己坚持 但是毫无疑问 应该可以理解父母的感受 你又怎么办呢 我曾经在上一段恋情 也因为这个问题 我退缩了 但是我今天来到座里 我不想放弃 我说过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 我也不例外 我想去努力争取 我不想放弃 我只是 如果她今天是两个人出来 你怎么办 祝福她们 让我们一起造出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亲安见 大正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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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逃亡 可能就是因为被拒绝之后 当时感觉挺伤心的 然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心情是特别的感慨 当年被姐姐给拒了 今年姐姐来找我 有一种受宠若惊的 失而复得的感觉 我特别希望你们今天 能够好好的 推心致富的 敞开心扉的 聊一聊 接下来我就不在这碍眼了 接下来是林飞的告白时间 不会帅 首先我要跟你说对不起 因为我欺骗了你 是我有男朋友的事情 让你那么伤心 可能当时因为我是真的没有勇气 因为我 觉得自己是一个残疾女孩 就不敢去面对你给我的这份感情 所以是我的懦用 把你伤害了 对不起 在你离开北京的时候 那段时间 我总是会去我们 曾经去过的地方 早会怀念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那些都美好 我才知道我早就已经 喜欢上你了 我一直都没有了 结果还是等到她了 林飞 什么都别说了 然后你只有 其实自从上次被你拒绝之后 我一直在反省自己 可能是我当时给你的感觉 我今知道了 我真的知道 我跟那个女生 有什么事 我怕你比我来 想起来 我还是不什么 我也不想起来 他就是车刀 那两次 我应该就已经 好 我都没有 吧 你 我 我 你 fetch 你 我 你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当天还爱不爱你 我的心里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 我的心里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林飞我一直都爱着你 我今天来到这里 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我把你的照片给家里人都看了 父母说了 只要我喜欢 你是一个好女孩 不会有任何问题 如果你同意 不管以后是家庭方面的问题 还是距离 我都可以和你一起面对 就算你以后要回广西老家 我也会跟你一起回去 不管你走到哪儿 我都会永远陪着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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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不可爱不自信 林飞差点说是一段珍贵的情感 在今天完美告白的舞台 林飞的鼓泣如其在里 最终收获了迟到的爱情 祝福林飞和郭会帅 相信您的这段经历 会让更多的人懂得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你为什么忍心拿了我的钱 去找别的女人 到现在你依然没有承认 你自己花心的出轨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精润珍珠》提醒您 稍后继续收看完美告白 肯德基确筒 学去39元 饶舌大PK 速度来挑战 《精润珍珠》美白面膜 全国屈臣室有寿 酒汁汤浓缩六味地黄丸 至甚亏不含糖 信赖酒汁汤 好香啊 白象珍骨汤 精血上的半果 八小时文火慢炖 搭配丰富配菜 熬出鲜美骨汤 滋味融合 面才这么香 骨汤面就是香 白象珍骨汤 感冒了 找改喻啊 修正牌改喻胶囊 那都不是个事 各种上火 上各种火 认准修正牌 二丁颗粒 消炎阵痛 就用修正牌 射箱撞骨高 去痛快 真痛快 完美告白 由珍珠美白养副专家 精润珍珠独家冠名播出 珍珠粉美白典方 两天一片 十片见证 因为珍珍珠 所以珍美白 精润珍珠粉美白面膜 全国屈臣市有寿 正在为您播放的是 完美告白 今天来是接受我老公的忏悔 因为她以前的出轨 等于一个妻子该做的事 全让我婆婆做了 弄得就我跟第三者似的 她又是贵你爸 又是贵你 还把责任往你身上推 那就不是真心悔改了 我觉得她说着信 我没做错什么呀 那是我儿子 我也没办法当外人 犯出轨的错误 不是随随便来道个歉 来忏悔一下 就可以被原谅的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你不光干了坏事 你还要面子 我为这个家 为儿子付出 快来到你出轨 把一切问题都归到我身上 到现在你依然没有 除热你自己 发心的出轨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你每到你最困难的时候 都是我在帮你 你为什么忍心 拿着我的钱 去找别的女人 精润珍珠提醒您 稍好继续收看 完美告白 酒之堂浓缩六味地黄丸 至甚亏不含糖 信赖酒之堂 感冒了 找改喻啊 修正牌改喻胶囊 那都不是个事 各种上火 上各种火 认准修正牌 二丁颗粒 消炎阵痛 就用修正牌 射箱撞骨膏 虚痛快 真痛快 完美告白 由珍珠美白 养副专家 精润珍珠 独家冠名播出 珍珠粉美白典方 两天一片 十片见证 因为真珍珠 所以 真美白 精润珍珠粉美白面膜 全国屈臣室有寿 正在为您播放的是 完美告白 想起很久以前 读的一篇散文 散文的名字叫做 那一年 我把自己的爱人弄丢了 散文的结尾 也是我又把它找回来 从此再也不放手 掌声鼓勾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由珍珠美白养副专家 精润珍珠独家 冠名播出的 辽宁美食 完美告白 感谢大家的陪伴 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最后期节目 洪 谢谢大家